再來看新潔有一間生臺的工作室 那一段那一段都有扮偉童的贏堆 去年團出說 富士林性潛海嬰兒 歡迎第一次是拍三十年八個月有紀度 最近有家長發言說 借富士林有更的規格 有議員跟民間團體是告訴說 我們臺灣也應該要比較二手 建立偉童工作的制度 臺酸老鼠保障學生的安全 主要在推薦STEM 卻不確定收四年到六年的學生 在新潔技術邊上課 看起來是一般的功課 算是讓新潔的家長很驚訝 因為家長的老師 哪像去年末地學年 新潔小孩一心讓人破三年八個月 三人開班 五人滿班 欸 怎麼五人就滿班了 再來就是活動地點可以依你的需求調整 他有可能就是在規避 這個短期補習班的設立跟這個選擇 新潔市議員副委定說 不是真的對 整合補習學生的所在 他都必須要有得到兒童工作證 這個兒童工作證的過程 他會檢視他是否有相關前科紀錄 以及兒童工作證的建立 同時要加上他有基本的 對兒童權利的了解 人本強調所有的小孩 工作者都應該要申請小孩 工作證 進行最基本的台選 建議可以修理理效法裡面 佛教育部要趕緊開工聽會 給他一發 記者綜合報道